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佛陀再问他一句 你的心和睦 究竟在何处 阿南被佛追问 手足无措 不知该说什么 只得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众生身上 做不负责任何没有把握的答复 世尊 一切世间 也就是三界之内 十种不同的生命 他们都将是心 也就是分别善恶高低前后的分别心 是存在于身体里面的 我现在再看如来之眼 清静长往 好像清廉一样 也是在如来面上 我现在再观看 我的福根 也就是眼根 也就是目 乃似尘 极色 香 味 处所形成 非常明显的是在我的面上 而能分别美丑的实心 实在是住在我的身内 阿南这一番回答 也就是在说心在身体里 目在脸上 佛听到阿南说 心在内 目在面 并不答复对或不对 只在问他 你现在坐在如来讲堂 你看纸托灵究竟在何处 阿南打 石增 这个广大的重叠楼阁 和清静不染的讲堂 在给孤独长者之缘 而纸托太子之灵 在讲堂外边 佛对阿南说 你现在讲堂中 先见到什么呢 阿南回答佛陀 石增 我在讲堂中 先看见如来 再见大众 然后向外瞻望 便见到支托灵 和给孤独猿 佛在问阿南 你看见支托灵 和给孤独猿 是怎样能看见的 阿南回答佛陀 石增 这大讲堂 门窗开通 所以我在讲堂上 便能望见外边景物 佛在问阿南 假设就好像 你刚才所说的一样 身在讲堂时 窗户打开 便可以看见外边猿灵 但是否亦有众生 身在堂中 而没看见如来 只看见堂外之物呢 阿南回答佛陀 石增 自己在堂中 没看见如来 却能看见外边支灵犬 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佛陀说 阿南 你就是这样的 你既然说心在身内 但不能看见那边 只能看见外边 岂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佛陀在说 你的心灵 如果一切都能明了 那么你现在这个 能够明了一切的真心 实在是聚在身内 应该知道身内的一切 那有没有其他众生 先看见身体里的东西 然后再观看外边之物呢 你说心在内 剑在外 为何心在内而不能先见心 肝 皮 胃呢 纵然看不见 那亦应该看见指甲的生 头发的长 筋络的转 脉搏的摇 你心 应该先明了 这些身体里的情况 为何会不知道呢 既不能知道里面 又如何能够知道外面呢 所以证明 你所说的 绝了能知之心 住在身内 是不合道理的 是错误的 佛给阿南一个当头棒 打破他的执着 他那心在内 见在外之理论不成立 于是阿南又说 我听闻如来说法之一 明白我的心 使在身外 这便是楞严经中 著名的七处 真心的第一处 佛陀破阿南心在内 见在外之理论 往后阿南对于心的说法 还有六处 每一次都是用攀原心 来寻找真心 所以不能识得 不生不灭 不动不摇的真心 而这七处真心的过程 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 都会犯下的错误 我们都会错误的 将这个真心固定 安放在某个位置 接下来的视频 就会逐一为大家介绍 接下来阿南与佛陀的 六处真心的问答 若这一期的视频 有任何模糊之处 请大家必要在下方留言区 去指出我的问题 以便改善 有什么在佛法上的问题 想要请教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 一起探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支持 欢迎订阅